总统蔡英文宣布明年起要恢复一年兵役 国军如何落实训练也受到各界关注 而根据了解 国军在今年将会借由跟美国国民兵交流的机会 持续来精进训练内容 有些学者就建议了 美国国民兵具备国土守备就在任务 这跟我国守备部队还有后备部队性质是比较相近的 因此未来可以学习美方的训练跟文化 可以考量挑选一些优秀的义务艺兵官 来到美国受训来提升我们的基本战力 国防部队此表示 只要是有利于后备动员训练成效的交流 都会审慎评估 实战化涉及展现训练成果 未来义务艺一期恢复为一年 训练内容更精实 从模拟战场实境抗压驻地基地训练再到联合演训 根据了解 国军今年将借由跟美国国民兵交流机会 持续精进训练内容 有学者建议之后 可以挑选优秀的义务艺官兵赴美受训 有关于各项有利于我国后备动员训练 成效提升的各项交流 我们都会谨慎的一个评估 由于美国国民兵负责国土首备就在任务 跟我国的首备部队后备部队性质接近 如果台美军事合作制度化对整合军民需求有正面效益 可以增加我们部队的这个就是作战的经验交流 可以扩大我们的就是部队所需要的这个训练的能量 这样可以兼顾我国的需求 还有就是这种官司兵的这个士气 可以达成一个正向循环 兵役议题和民进党立委范云喊话修法 主张女性也应该要当兵 不过遭国防部打了回票 有关于女性征兵的问题 我们必须整体考量我们的训练的容量 跟整个的流路跟管道的一个扩充的需求 才纳入后续的一个规划 目前是没有纳入 义务议延长一年方案 国防部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 但如何提升国家战力训练内容跟配套措施 才是接下来聚焦重点 记者西方比黄远才台北报道